夫妻偷得神奇茶壶 只要有人受伤就有钱飞出来 一天就攒20万 买房买车快乐无边 今天虎将要带来的电影是 黄铜茶壶 小帅和小美是一对恩爱夫妻 每天都很甜蜜 可他们也有一个频繁的烦恼 那就是没钱 小帅是个销售 没啥业绩 老板还看他不顺眼 小美也好不到哪去 找工作处处碰壁 交个房租还要被房东调戏 两人的日子是甜蜜又糟心 这天他们路过一家古董店 仿佛像是受到了召唤一般 小美着了魔似地冲了进去 偷出了一个古董茶壶 隔天小美在卷头发的时候 不小心烫到了自己 这时候茶壶忽然动了一下 小美打开茶壶 发现里面竟然有钱 一个想法在小美心里产生 她决定再试一次 果然啊里面又出现了钱 这哪是茶壶 这分明是聚宝盆啊 她高兴地开始不停地伤害自己 茶壶也一直往外冒钱 等小帅回家后 小美已经遍体鳞伤了 吓得她赶紧就要去医院 可小美乐滋滋地给了她一巴掌 茶壶里又出现了好多的钱 这下小帅也不淡定了 两人感觉好日子在向他们招手了 他们约定只要赚够一百万就收手 于是两人开始想尽办法 让自己受伤 花样百出地伤害自己 这大概就是痛病快乐着吧 两个怪人突然闯进了家里 原来他们就是古董店的老板 他们调查后找到了夫妻俩来拿回茶壶 可一百万的目标还早着呢 他们怎么舍得交出去 小美立刻撒谎 说茶壶已经卖掉了 并给了他们一笔钱 怪人兄弟也没辙 只好拿着钱离开了 两个人继续靠着茶壶赚钱 不仅还清了债务 还靠着他买房买车 过上了上流社会的奢侈生活 虽然欲望不断地膨胀 可茶壶里吐出的钱却越来越少了 无论他们怎么伤害自己 收获的就只有一点零钱 就在两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小美发现 原来看别人受伤也有钱拿 不仅如此 骂人也会有不少进账 于是他们选了个良辰吉日 两个人开始对骂 互相指责对方的不是 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 此时的小美已经被眼前的纸醉金迷蒙蔽了双眼 说什么也不肯放弃 甚至想开车撞死人来拿到一大笔钱 小帅看着眼前的小美 那还是当初可爱单纯的样子 她选择了一个夜晚 抱着茶壶坐在了窗边 希望以自己的死唤醒小美 看着从窗边坠落的小帅 小美终于后悔了 人都没了 还要钱有什么用 哭着求小帅别死 主角光环显灵 她还真就没有死 两个人都醒悟了 于是他们约定 等天亮时就把茶壶处理了 可还没等到天亮 前房东就闯进了家里 偷走了茶壶 原来他早就发现了这个宝贝了 他们不忍心房东重蹈他们的负责 追去想抢回茶壶 可房东尝到了茶壶的甜头 根本不想放弃 用枪指着两个人就要打死他们 就在这时 怪人兄弟又出现了 他们也要抢夺茶壶 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小美和小帅爬到角落 两人瑟瑟发抖抱在了一起 终于枪声结束了 夫妻俩探出头来发现 怪人兄弟和房东都已经死了 两人拿回茶壶立刻离开了 这一次他们没有再迷失 而是回归了之前平淡的生活 还有了爱情的结晶 而那个茶壶被丢进了大海 从此沉睡在了海底深处 日常生活中 大多数人都逃不开对物质的欲望 可我们也应该明白 钱并不是万能的 当舍弃了所有的美好 心中只剩下欲望时 离毁灭也就不远了 我是虎将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